各位读者邦晚好,欢迎收看2017年10月14日光华夜报抢先看,今晚的光华日报夜报头条 加央市议会日前举办了一场以丧失为主题的欢乐跑活动,其间一些穆斯林参与者穿上奇异的服装照片 在社交媒体流传后,引发了一些市民及宗教人士的非议 国际新闻,加州北部发生的山火至今已导致多人死亡,当局首次派员到山上在灾场搜索,并发现多具尸体 令死亡人数于周四增加至31人,成为加州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山火 而著名儿童独物《花生漫画》的已故原作者舒尔茨的故居也被焚毁 娱乐新闻,日前陆寒刚公布和国民初恋官小童恋情,就由网友通过微博爆料,称偶遇陆寒在挑选戒指 网友称陆寒在林关门前进店,看来陆寒准备要向关小童求婚,各位陆太太的心在岁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光华夜报抢先看,欲了解更多新闻资讯,请翻阅稍后推出的光华日报,阅读愉快